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ZBDD对着狼队的第一局下半场红教堂 这边穷者BOE拿出了一手医生来针对军师9的这个女巫 有一说一呢 反正我是觉得这手医生拿的有一点风险 因为医生这个强度就真的刚好如解说说的 就是你换一个调酒他不比医生香吗 对吧 在我的认知当中呢 其实补一个祭司 作为一个全场的联动 在中期的一个牵制也好 在开门站的一个拉扯 哪怕在前期牵制 其实面对一个放狗女巫 这祭司的一个牵制能力也不会比医生差多少的 就是这边的话 纯粹可能就吃一手外职位的医生 但外职位的医生这个局 你前提是这个先知得扛得住啊 当然小米的先知倒是确实牵制力很强 之前在其他比赛当中我也解说过他的先知啊 主动担任对吧 主动出来吸引 然后一个人略舞台是见过的 但你面对的是职业选手啊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医生不好搞啊 这边两信徒绕要顶鸟了 打一刀 打一刀 拉开 这边准备放狗了 这个位置只要自动跟随一起 在一个交互点上面就可以放狗了 两个信徒自动跟随都有了 这边来等狗子 反过来刚好咬住 就是有这边经验很丰富啊 知道你什么想法对吧 想下这块板 鸟一顶 打一刀 再往前追 这边下板子能卡过吗 卡掉 再往外拉开 这里还有一次硬直吗 还有一次 追过来一刀 好的也行吧 先知这边的牵制呢 其实还不错了 将近三台机了 而且他这边是吃寄生岛的 吃掉寄生岛呢 还吃掉一个女巫的寄生CD啊 这样的话 外之卫过来救人的这个人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吃上这个寄生了 30多秒的中间这个时间点 嗯 牵制的时间虽然说不算特别久 但是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该达到的一个时间 就再牵制下去呢 就正牵制天秀了 你牵制不动呢 我觉得也够了 这边平坦式放狗 来防这边的救人位 野人这边管电机修 前锋这边拉球 撞过来 撞晕 可以 再往前靠过去 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单信徒 因为这边的寄生CD 再一波撞 打一刀 就下来 两个人拉开 先知的话 我觉得走不了 就往回走吧 吃一刀 能不能给这前锋补上信徒 这边女巫应该切本体 给前锋补信徒了 补上了 补上 我觉得女巫这把宝瓶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就算医生修掉一台电机 这个野人要过来救的 野人修不了电机吧 那前锋这边被信徒跟着的 他得先削信徒 削完信徒才能去补外面的电机 而女巫这边说不定 待会切剥 闪现把这前锋给秒了 他有机会能争胜的 除非这里能够有一波 非常神仙的野人救下来 然后再骑猪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野人这边是先骑猪过来的 意味着什么的 意味着他救完了以后没有猪 外面一台电机不够 前锋这边待会儿 可能要一起帮忙过去打架 然后让医生修最后 医生再外面去修一台电机 拉了一波球 这里好像想要切闪吗 闪现可切 医生这边是开始修了 最后的电机 野人这边救完 前锋的球是已经没有了 野人这边救完以后 这先知也牵着不动 打一刀 再来补一个信徒 稳定挂飞 求人者现在野人半状态 军师9这边打得比较稳 打得比较稳 他这边是老老实实的 给这边的一个上挂飞的 先知补了一个信徒 就是确定我能够把你挂飞 野人这边骑一台 然后求人者这边小防 再补一台 两台电机再修 三人开门阵 应该是有的打的 就看开门阵的时候 有几个信徒 然后穷者这边的话 前锋最好是去翻一些箱子 给自己在开门阵提供一定的自保能力 这样的话盘平局比较稳一点 盘胜局 我觉得这套阵容盘一个胜局 求人者盘不到 盘不到 前锋摸了一瓶香水 这瓶香水在开门阵之前的效果不错 但是打到开门阵用处不大 女巫这里是拉原生信徒 回来来秒 这个野人咬住 野人齐珠 这只狗没咬到 我天 这只狗没咬到 那那边两个人抢起电机了 破译加速两个人凶很快的 不过这两个人都算是个白板 特别是这个医生 女巫这边 寄生CD没有 找野人 找野人 电机差不多压好了 前锋这边贴门去了应该呀 这一波这只狗子没咬到 对于军事学来讲是非常非常亏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他这只狗子咬到在电机量之前 是可以起一个上挂节奏 也就是你们被迫要过来救人 救人的话我手上面对吧 底牌没有交道 都切个闪秒两个 有可能就三抓了 野人这边骑上猪 不会要打一个三跑吧 不费吧 这边信徒 补门 开了 传送 过去守门 两信徒 顶着门 但是切完传送以后 他的一个追击能力 一刀 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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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再回 漂亮 医生已经溜门了 医生已经溜门了 野人这边在消信徒 如果前锋能走 野人这边能跳地窖的 这里过来管一手 野人 回身再来 这个门守住 前锋最好是溜大门去 前锋最好溜大门 这个时候前锋是还没信徒的 所以说拉开以后 这个女巫是没有办法来管你的 这边医生走掉 带走了一个信徒 这里来绕 情况不妙啊 我觉得军师九这边不能再管其他人了 他得两性徒来围剿这个前锋才行 对 要围剿这个前锋 而且这前锋还不太好处理 有一说一说前锋不太好处理 为什么呢 他这边已经没有技能 他切的是个传送 拉过去 拉过去 一刀 好的 还行 那应该是个平局 再传 过来 原生信徒 跟过来距离有点远 野人这边直接点门 前锋自棋20% 应该是个平局了 应该是个平局 还行吧 对于平局 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 两边都能接受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个门 但凡再快个一秒钟 我感觉这两个人都走了 野人这边就跳地窖了 还行 还行 还行